就像我自己最近也做了一個手機的APP 然後其實很簡單 主要是抓那個高工局的那個路況的資訊 因為高速公務局它每天 其實每一分鐘它就會更新一下資料 那有的時候你一上高速公務局 你怎麼知道哪裡有塞車 那一般有很多的APP它也有這種功能 可是我會發現一下子之後 哇一大堆我根本我要的 我要切好幾個畫面才能看到 所以後來想說 你能不能把這個功能弄得簡單一點 一打開我就看到有沒有塞車就好了 所以後來我就自己設計了一個APP 那這個APP的話 基本上你到Google Play商店 其實你只要找一下高速公路路況 應該就可以找得到了 不過因為這個才剛放上去 高速公路路況 那各位可以發現 那第一頁沒用 也許未來會有 所以可能只要下載的人多的話 各位就可以看到了 你就高速公路路況 不過因為我剛傳上去沒有很久 所以各位可以發現 在這個地方會看到我的名字 這個我的 OK 如果說會不會有興趣的話 如果你有在上高速公路 你不想塞車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 這裡面實際要做什麼 因為高速公路局每分鐘都會提供北中南的圖檔 那我就可以很簡單的把那個圖檔抓下來 抓下來放哪裡 放在APP裡面 所以我的需求非常簡單 因為這個APP是我自己需要的 那我覺得我需要我把它做出來放上去 可能也其他也很多人也需要 那很簡單你就打開來 它自動會出現北中南 那如果你要看哪裡路路況 預設是北部 所以我以後會打開之後 我就去看北部哪裡塞車 這個我圖看得很清楚 OK也可以縮放 然後頂多就是旁邊多一個解析度高低 也許你那個圖解析度要高一點 你可以設定一下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APP 目前看起來都五顆星 表示滿意度應該還蠻好的 不過因為可能裡面應該都是學生吧 其實就像做這件事情 你說這個不是工作 說真的 但是這個花的時間 可能還比工作的時間還要更多 有的時候 像我太太會說 你知道在幹什麼 你坐在那裡是怎樣 跟網友聊天嗎 還是怎麼樣 開個牌 說沒有啦 不然你就打高速公路路況 你會看到我在做什麼 然後我就跟他講 你就看 他以後 比如我們一起出門 他說你要裝 以後你就開這個 是我寫的 那你就告訴我哪裡有沒有塞車 這樣子不就很好 對不對 所以以後你們出門的時候 你可以把這裝一下 他說這是我們老師寫的 對不對 那旁邊那個什麼 徐志摩 這個也是我寫的 因為我上課的時候 會教學生寫類似的APP 那只是說我 因為要有素材啦 可是我後來想說 不知道放什麼好 那剛好就是想說 哎 徐志摩這個 因為現在蠻 有些 我還蠻喜歡 那個年代的那個樣子東西 那我就說 其實這個是一個Demo的一個 給學生看說 你做完大概可以做出類似像這樣子 可以花很少的時間可以完成 做一個這個東西啦 很很很少的時間 就像你以後公司 你要做一個 你是業務人員好了 你要做個DM 說真的 你拿給大家 大家不想看 但是你做個這個東西 你就掃一下 可能我會覺得 哎呀 蠻有趣的 會幫你掃一下 那你可以把一些你的 一些什麼 東西就把DM之類的放在這邊 人家或許會比較有興趣看 這個實際上就是從網頁做出來的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看一下 不過我覺得還蠻 而且各位發現 你如果打那個徐志摩 其實呢 沒有人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我覺得還蠻妙的 你看徐志摩有沒有 沒有人耶 就我喔 你看我第一個對不對 所以你找不到了 所以以後你打徐志摩 只會找到我 OK喔 甚至還有學生說 老師你為什麼放自己的照片 說有嗎 差這麼多 所以當然有的時候 這些東西只是一個秀啦 就是說秀一點東西 給東西看 我是覺得這些東西 不是只有工作啦 有些東西其實 它有趣的地方是說 你可以真的在你生活裡面 可以發揮啦 而且真的成就感還蠻大的 OK喔 所以提供給各位參考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上個禮拜那個工作表 還記得吧 工作表把它分出去 那分出去的話呢 不過今天來的時候 我突然發現一個 蠻不一樣的地方 各位有沒有發現 2013 欸對 好有沒有 整個ECL呢 全部都變2013呢 那我也覺得 大概是那個F1的功能 它會挑一個網頁版的功能 對 變成我找不到東西 沒錯 越來越 好 新的版本不代表一定比較好 OK 懂什麼意思嗎 我也是傻眼啦 我想按下去 欸應該會有更好的說明檔 沒有 而且是英文版的 他告訴你說還 中文版還沒有產生出來 到現在還是沒有產生 所以反而那個說明檔喔 我記得反而在最久遠的那個 好多年前 大概是可能十幾年前的那個版本 是做最好的時候 他做得非常的詳細 可是越後面越後面的那個說明檔喔 就差了很多了 就像那個VBA裡面的函數喔 你打開是A到Z 那比較早期的那個說明檔喔 他是幫你分類的喔 他沒有說讓你從A到Z全部看完 他是告訴你說喔 你那個有關文字方面的函數 就在這裡 有關數學運算的就在這裡 有關什麼尋找的就在哪裡 有點類似像Excel裡面啦 可是我不知道欸 這可能這是他們設計 這個我也沒辦法去 所以你會發現呢 在這個地方呢 就像同學之前問的那個 像這個SafeCovies SafeCovies 就是按F1 理論上應該是怎麼樣 是跳那個 一個內部的視窗 告訴你這個東西是什麼 可是現在是跳到什麼 跳到叫Office裡面的 Dev就是開發的Center Developer的Center 也就是他希望把所有的東西都幫你整合在這裡 不只是Excel VBA啦 當然還有其他的 其他開發的東西 那這個這個東西呢 以前叫做那個 MSDN啦 就是不只是說這些東西 不過我覺得還好啦 反正這些至少都有 他告訴你有沒有 怎麼去做 VBA怎麼做 請參閱相關的活 這個活業部的物件 物件的觀念呢 基本上就是你只要記得 有三個重點 一個是屬性 一個是方法 還有就是事件 所以基本上呢 你只要了解這些東西 基本上這裡面應該都有相關的 而且有相關的範例 可以就是去參考物件模型 這個可能再逛逛吧 裡面他該有的都有啦 不過基本上寫的其實 不是算太好了 OK 不過至少也是可以參考 好 那麼來看一下 上個禮拜部分的東西 我們要延伸出來 幾個方向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在那個程式碼裡面 我們是郵寄出去 那再來的話 可能會需要幾個部分 這個部分 也許我們再繼續來看 就是說有關那個顏色 這個比較簡單 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在每一個工作表上面 都給不同的顏色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那我前面講過呢 如果你要設定那個 就是這個上面加顏色的話 以前我講過就是你自己的RGB就可以了 不過除了RGB這個函數之外 其實你可以用另外一個叫Cubic Color 但是Cubic Color的缺點就是說 第一個 它的顏色實在是太醜了 第二個呢 它的顏色實在太少了 它好像總共有16種顏色 不過這16種顏色 裡面包括黑跟白 黑跟白不算的話 算14種顏色 所以Cubic Color我覺得 那假如說好了 因為我們大概可能會有一種需求 就是說我希望把每個工作表加顏色 但是我不希望一個一個慢慢挑 我希望按下這個按鈕之後呢 它亂數自動幫我跑出顏色 亂數喔 這樣的話 反正你跑出來顏色不一樣 有顏色就可以了 或者是說你希望跑出來顏色 會是同一個色調 比如說紅色系的 綠色系的 藍色系 只是深淺不一樣 那這個時候呢 你該如何去把它 做一個亂數跑出顏色的 這樣的一個設計 那特別注意喔 裡面有個關鍵喔 就是如何亂數 亂數 跑出你要的那個顏色 其實延伸出來就第一個 你要先知道RGB RGB這個函數 前面也用過嘛 0到255 所以呢 那你想說0到255 那是不是說0到255這個數字呢 如果可以亂數跑 你幫我亂數都用不同顏色 不同的 只要是0到255就可以了 那再幫我加到那個工作表裡面 那勢必呢 它就可以很快的幫我產生顏色 所以特別注意喔 應該主要是這個 跟這個清除標籤這兩段 我們來demo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那其實你說2003 有什麼差別 好像也沒什麼差別 用起來好像基本上都差不多 那比如說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要加顏色 並且清除顏色的話 那我這邊呢 是利用那個 只有紅色系 這邊改 那綠色跟藍色都用固定的 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欸 綠色系出來了 那清除的話呢 就這個 OK 那如果說你說 老師我不要綠色系 我要紅色系 可不可以 其實也可以啦 你就把這個 跟這個 反正看怎麼組合吧 那主要呢 如何讓它變 變幻 首先的話 第一個 如果說你今天呢 要把所有的顏色 所有的顏色 就是說呢 變更的話 我們按Ctrl-G好了 Ctrl-G 特別注意喔 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按下 問號一下 然後呢 假如說你要亂數決定一個號碼 請你輸入一個RND 這個RND是什麼意思呢 不要Enter一下 0.7 那如果你再執行一次 它每一次都不一樣 那這個函數喔 基本上講起來很簡單 這個函數的最主要目的是 它會自動幫你產生一個小於1的 這個喔 小於1的伏點數 就是小 所謂伏點就是說小數點 也就是說它最小會等於0 它可以是0喔 最小等於0 最大是多少 是小於1 它不會等於1喔 所以最小喔 可能是0.99999 一直9下去就對了 是一個小數點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我希望怎麼樣 產生一個 你幫我產生一個亂數喔 這個亂數是介於多少 0到25 那要怎麼做 以後如果你要產生一個亂數 比如說你們 像之前有同學問的問題 說老師我要抽獎啊 那我抽獎 裡面有幾號到幾號 我如果要產生一個亂數 的一個結果 特別注意喔 你可以藉由它 那我講過喔 如果你要產生的是 0到255之間的號碼的話 那首先的話呢 你要想說它最小應該是等於0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乘上多少 乘上255的話 它最小呢 會不會是0 會嘛對不對 可是呢 它最大是多少 最大應該是254.99999 所以它不可能永遠 不可能255啦 對不對 就是我剛剛講 一定是小於1嘛 應該這個邏輯可以通嘛 那可是問題好了 一般的習慣是這樣 我們會把它外面再交個INT INT什麼意思呢 就是可以把那個什麼 把那個 小數點去掉 可是你想說小數點 24.999 那不對啊 那如果說24.999 那這樣的話呢 它就只會是254 不會25 所以這邊的話 你可以乘上256 對不對 然後最大的話是255.999 那如果說你用INT的話 INT意思就是說 無條件捨去小數點 所以呢 那不就是什麼 剛剛好 所以以後的話 如果你要產生一個亂數 是0到255的話 特別注意喔 就是這樣子 INT 裡面包一個RND 乘上255 這樣子 它就會在0到255之間去跳了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好了 做完之後啦 這個應該可以理解啦 把它複製一下 當你可以怎麼樣 把它放到RND裡面的話 那比如說我三個都不一樣 假設我今天 三個顏色都不一樣 不過你會發現 因為它這裡面呢 可以產生的數字太多了 所以做出來的顏色 非常的不同 那我要在1到13個工作表裡面呢 變換顏色的話 那怎麼做 FOR I 等於1到13 SHITS I 特別注意喔 後面的話呢 請記住喔 如果是它的標籤顏色的話 請你記住喔 點TAB 再點Color 給它這樣的顏色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三個顏色都不一樣的話 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 執行 有沒有 哇 應該可以變化出很多的七彩顏色 你在執行 每一次都不一樣 OK 所以你現在發現喔 哇 做出來的話 這個顏色會非常的鮮艷 但是有的時候喔 這個好像太過鮮艷了 跑出來有點沒有同一個色調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要同一個色調的話 我剛剛講過啦 你可以怎麼樣 比如說紅色的改變 但是呢 你後面幾個數這個255不要動 那這邊我記得我把它改成0 或者255都可以啦 反正後面都255的話 那直接執行 只有紅色變 後面兩個都不變 而且是最大的 執行 有沒有 這什麼 這好像偏藍色系吧 OK 那如果說呢 其他你這兩個洞或怎麼樣 就會做很多不一樣的花樣出來 OK 類似像這樣子 所以關鍵就是RGB 裡面包一個RND 乘上255 再用INT呢 就可以產生我們要的這個0到25的範圍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那如果說你要把顏色清掉的話 怎麼做 怎麼做 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4R一樣是到13 它的TAB的顏色呢 特別是 TAB的Index Color Index 這個用法呢 跟儲存格的顏色啊 或者是其他地方也是類似的喔 所以以後如果你們看到 這個好像我印象中在其他地方也用過 有點不太記得在哪邊 有用到 反正就Color Index 也許是那個什麼 interval 底色的顏色 或是哪裏 還有 那個啦 boulder 表格的框線 如果說你表格的框線 表格框線 那叫boulder 這個boulder 如果說你要把 boulder 物件的框線去掉的話 做法上面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Color Index等於那 如果框線 框線部分如果你想了解的話 我印象中是在那個 我們的其他補充範例 有一個範例 這個範例 我覺得各位如果 好像在入門班的時候有講到 是在那個其他補充範例裡面的入門 有一個是專門講那個boulder框線的 在那個什麼 這個 框線物件 所以如果你有點 或者忘記的話 可以試試看 裡面的話 我一樣有講到 這個也是同學問的問題 他說 老師我最後做完了 但是我畫不出框線怎麼辦 我就跟他講 很簡單 1.實現 紅色 紅色出體 清除框線 做法上面呢 這麼簡單 這個是清除 XLN 加顏色 也是RGB 所以這個提供給各位參考一下 那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如何加上顏色 並且那個顏色呢 是變動的 OK 試試看好了 這個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有個延伸的練習題 這個練習題 可能比較稍微有點難度 底下各位可以看到 大樂透開講 如果你今天希望 寫一個大樂透開講的一個 簡單的練習 那大樂透是 從那個1到49號 總共會有7個號碼 如果你今天按下它 它會自動幫你產生7個號碼 而且不重複 OK 你要怎麼做 答案在下面 其實應該會比想像中來的少 好 你只要把這個畫面 這個上面該有的號碼 12345特別號 然後開講 加一個按鈕按下去 把這個貼過去 答案就出來了 只是說 當然你不要先 你可以先想想看 如果可以的話自己先練習過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這個地方順便講到 有關那個工作表標籤顏色 標籤顏色部分的話 如果要用亂數的方式 自動幫你加的話 那這個地方的話 當然你可以三個RGB 三個都是亂數 你也可以是紅色亂數 另外兩個固定 或者其他 它這個地方可以變化出很多顏色 因為我們不是專門做美工的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其實主要可以理解 那以後我建議各位 以後你反正 你要只要加顏色 無論是哪個地方的顏色 只要牽涉到顏色 你就一定要聯想到RGB 就夠了 其實VBA 或者其他像那個 不只是VBA 其實像早期VB 或VB單內色 其實也是差不多的方法 試試看